Hello, 大家好, 我是Karen 歡迎大家來到我3.3 郵輪小貼士的頻道 我希望透過每個星期三的三分鐘視頻 為大家分享更多坐郵輪的小貼士 在上星期三的視頻, 我就和大家分享了 如何透過了解自己的個人體質 去選擇一個正確的船艙位置 而今天這個視頻, 我就會和大家研究一下 在選擇防腫和等級時, 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郵輪房間一般可以稱為Stayroom或Carbon 相等於船艙 船艙的設計和一般酒店房間的設計都差不多 擁有自己獨立的洗手間 但相對面積就會小很多 一般郵輪上, 船艙等級可以多達二十多種以上 但房種主要分為四類 分別是內艙、外艙、陽台艙和豪華陽台艙 內艙是船上最小的房間 一般都看不到風景 房間的尺寸大概是140至180平方英尺 內艙, 又叫海景房 是帶有窗戶或圓窗的房間 可以看到外面, 窗門是打不開的 房間內的尺寸一般與內艙差不多 平均是140至180平方英尺 陽台艙, 固自然就是設有陽台房間 可以踏出露台欣賞海景的房間 平均的尺寸是180至240平方英尺 至於豪華陽台艙, 除了有較大的陽台外 房間的面積都比其他船艙大 所以可以很清晰地把小客廳與睡房分開 平均的面積大概由240至1000多個平方英尺 不等 如果有興趣選擇外艙或陽台艙的朋友 Karen會特別給你們一個小提示 在外艙和陽台艙這兩個房種等級裡 其實包括一些遮蔽式船艙 什麼叫遮蔽式船艙呢? 就是說, 就算船艙仍然有窗或露台 但可能全部或部分風景會受到外界物件遮擋著 郵輪公司做推廣時 通常都是以同類最便宜的價格來吸引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價格的吸引 而忽略留意房間的介紹 就很容易因為訂錯房間而感到失望 郵輪上最常見的房間組合有雙人房、三人房或四人房 三、四人房的室內面積 是不會因為人數增加而增加 反而因為人數增加, 會令活動空間減少 所以一般郵輪公司都會在第三位和四位的旅費上 做一個更大的優惠 這種房間特別適合一些年輕家庭 或喜歡經濟旅遊的三五之幾 選擇三、四人房當然經濟抵玩 但Karen又要給你們一個小提示 上了年紀的公公婆婆 千萬不要因為貪便 和同樣上了年紀的公公婆婆合房 因為這種房間裡的第三和四床 一般懸掛在半空中 所以對於長者來說 行動非常不方便 如果大家庭一起同遊時 可以選擇家庭套房 一般家庭套房可以提供高達8個人同事入住 套房裡都會有箱洗手間和睡房 也設有一個小客廳給大家一起休息和聊天 如果小家庭但需要多一點空間 雙年客房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應市場需求 有些船公司也加設單人船艙 為一些單身旅客提供多一項選擇 更體貼的是 訂購單人船艙的朋友 會有自己專用的活動區 方便他們多認識一些 同樣單身旅遊的朋友 另外船上也似有無障礙的倉房 方便一些行動不便的旅客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視頻 記得Subscribe、分享和給個Like我 大家也可以在討論區留言 我會為大家解答和探討更多郵輪的資訊 祝你們有具愉快的一周 下星期三見